2022年的下半年 小9G市场是卷到飞起 Intel跟MD家的CPU也悉数登场 ARM家的软路由 更是以更低廉的价格 跟更低的功耗迅速的占领了市场 目前的软路由 从三五百到八九百 甚至不差钱的千元以上的都有 可以说是上不封顶 那么这几年下来 其实大家口袋都不宽宇 那么更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但是实际上 是很多新手用户 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它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想买一个 三百块钱左右的软路由 但是如果花五百多块钱 可以买到各个方面都更好的 那么其实我也不介意 再多加一点钱 那么问题是 就是这个钱是否加的值得 应不应该加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这个问题为核心 帮大家理清楚自己的思路 找到自己的需求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经能年更节目 双十一软路由 选购之难 那么我们把目前所有的软路由 根据家里的带宽情况和使用场景来分类 分为入门款 进阶款 全能款 跟个性化款 这四个分类 而且分别做了一个基础的功能模型 大家可以来参考 是否适合自己的需求 是否匹配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入门款 如果你是家庭使用 而且家里只有一条500兆以内的宽带 那么只想用它来拨号上网 游戏加速 看看奈飞等流媒体 学习一下网络控制 偶尔下个电影 那你的预算在100到399之间 可以选这几款 首先我们来说斐讯的N1盒子 它可以刷OpenWrt来做旁路由 你用它来入门或者尝鲜 是绝对可以的 但是性能相对比较弱 而且只有一个网口 功能受限有比较多 100块钱的价格 其实你是买不了吃亏 也买不了上当的 但是基本上这个是你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选择了 但是由于它已经停上很久了 又几乎没有质保 大家只能在海鲜市场来找到 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R2S 这个是前几年入门的销量之王 销怪 它的体积非常小小 做工也没得说 基本上对于我来说算是入门的首选 但是它是比较挑电源跟TF卡的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 最好是在商家那配齐 这样你的体验会更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X86平台 N3050 我之前出过一期这样的视频 开发版会比R2S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作为X86架构 首款的主打入门级的产品 不管是从兼容性还是扩展性 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而且它的固件也更容易找一些 最大的缺点就是比R2S的体积会稍微大一些 所以在入门的选择里面 我会推荐N3050和R2S 如果你的家庭宽带在500M以上 1000M以内 那么上面三款就不够用了 那这时候呢 在X86上你需要上N3160跟N3700 RM架构呢 你可以选R4S或者R66S 首先我们来说X86架构的这个N3160跟N3700 那这个跟3050是同样的主板跟外壳 那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性能会更强 旁返千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RM这边呢 我们手推R66S 双2.5级网卡 3568的SOC 性能体积配置都非常的平衡 配合猫棒或者是万兆的光猫呢 可以突破千兆的外网限制 最主要呢 它是价格非常的便宜 缺点呢 就是扩展性不强 外壳呢 太缩料了 非常的跌分 R4S的性能呢 比R2S呢 更强一些 性能呢 甚至堪比R66S 甚至R5S都要强 可惜呢 只有两个千兆的网口 而且呢 现在价格呢 比较尴尬 上面呢 我们说的都是双网口了 但是如果你家有两个以上 需要直连路由的 那我们建议还是选R600S 两G的版本 目前来说呢 两G的版本呢 基本上对于入门的用户也是足够用的 那四个网口 其中呢 两个千兆 两个2.5G 甚至呢 可以做双线叠加 这个呢 是2022年的明星产品 那除了外壳跟扩展相对比较拉胯之外呢 别的没毛病 好 那我们说一下进阶款 那么进阶款的机型呢 首先一定要满足这么几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呢 就是一定要最少有三个到四个以上的网口 另外呢 一定是2.5G的网口 再下来呢 就一定要跑满千兆 甚至呢 一些强劲的机型呢 可以摸到全能版的尾巴 那么这样的设备呢 由于增加了网口 有了更强的扩展性 那除了入门机型可以玩的内容呢 XB6的设备呢 还可以简单的玩一下虚拟机 做个双软路由 你可以玩多线分流 或者是多线叠加 甚至呢 玩一下智能组网跟智能网关 那你可以搭建自己的私有云 可以玩直播推流 甚至呢 可以做一些轻NAS 或者是All-in-one的设备 这个级别的路由呢 基本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网友的 绝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呢 也是各家厂商的必争之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400到699这个价位的 这里面呢 R5S R68S H68K 都是ARM架构的 而且都是3568的SOC 它们的价格呢 也比较类似 R5S这边呢 外形跟做工呢 完全没得说 各个方面呢 都非常平衡 一看就是大厂的产品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只有三个网口 R66S四级的版本呢 也是一样 整体的方案跟固件 都非常成熟了 网红产品 除了外壳之外 其他就没得说了 最后一个 H68K 确实是这三个里面 最特殊的一个产品 那产品形态 几乎是我心中 最完美的一个形态 那论做工 金属外壳 它是完全不说R5S 那相比网口 四个网口 它是不说R68S 而且自带WiFi 而且还是WiFi6 它的这个结构呢 采用了堆叠的网案 非常方便 后期的更新和升级 那不但你可以 当软路由来用 而且呢 还可以当电视盒子 那它也是 所有3568设备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 那么它唯一的问题 就是价格相对比较偏高 那之前呢 一直是缺货的状态 不知道双11的配货 究竟怎么样 那么要说明的一点呢 就是AM架构的 所有的设备 都不支持虚拟机 那么如果你想玩虚拟机 那么咱们 接着往下看 X86的设备呢 我们推荐GOLD4125 跟N4500 N5105 那这个价位段呢 这也是大家 讨论最多的设备 那这里面绝对性能 N5105 大于N4500 大于GOLD4125 那这三款型号的设备里 最火的就是N5105了 那么在各种意义层面上 它都是最火的 性能最强劲 那你可以通过扩展 得到两个NVME的接口 那么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发热量非常之大 第二个呢 就是核心的显卡 想要直通呢 会有一些问题 那6网口的设备呢 相对目前市场上比较少 N4500呢 是属于甜品级的型号 那整个的性能和价格 在这个价位段呢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它的发售控制呢 要比N5105稍微好一些 扩展性能呢 也不错 那最主要呢 就是它的CPU资源 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基本上呢 都掌握在部分少数厂家手里 那是谁 我在这就不点名了 最后呢 就是前几年的 性价比之王了 Go415了 那这也是我在这个价位段 最为推荐的产品 它作为进阶设备呢 是非常是够用的 那你想玩的姿势 它都会 两网口 四网口 六网口 它都有 功耗和散热呢 都控制的非常好 外壳方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花样 那可选择性比较多 那我手上这个两网口的 而且还支持NVMEx4 跟i226的网卡 那么如果家用 有限设备不多的话 强烈推荐 这款两网口的产品 那么当然 如果你想要找 四网口 或者六网口呢 也比较好找 那不过 大概率呢 都会是225V的网卡 那么其实 唯一的问题 就是Go425的这个CPU呢 目前已经停产了 市场的货呢 还不知道能支持多久 在这呢 精髓要跟大家多说一嘴 如果你要买N5105 跟Go425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按网口来找 N5105 目前所有厂家的散热方案呢 其实都不算太好 那么其实解决方案呢 也非常简单 那么我一勺 8010的散热风扇 搞定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问商家 用的是什么样的网卡 在价格一样的前提下 优先选择 Intel II-226V的网卡 那我们经过实际测试 226的网卡 相比225的网卡 会更加稳定一些 最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那就是Go6412 跟6413 那这个性能呢 其实是在 N4500 跟N5105之间的 作为新一代的产品呢 它的功耗更低 散热风扇呢 也做得更好 那么目前6万口呢 也比较好找 但是个人觉得啊 现在价格有点偏高 基本上性价比呢 就一般般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下全能款 那么全能款呢 基本上都是1000家以上的 这个价位 性能呢 非常强劲 那日常的家用 跟一些小型的办公场景呢 基本都是可以完全应付的 这个价位段的产品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 那么我们简单 给大家过一下 在这里面呢 不但有Intel 11代的 低功耗酷睿 而且呢 有AMD低功耗的 Zen7的系列 那这些产品呢 其实作为软路由 我觉得啊 是性能过剩的存在 甚至呢 是可以当做家庭办公 甚至是媒体终端来使用的 那么可以使用一个虚拟机 解决你全家对电脑的需求 那当然 除了打3A游戏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有机会 我会给大家出一个 一机多用的教程 想看的小伙伴呢 那就麻烦你用 点赞来告诉我 在这些CPU里面呢 值得一说的呢 就是Intel的最新的赛养金牌 7505 那这个CPU的性能呢 是完全不输11代的酷睿跟Zen7的 而且呢 价格会相对便宜不少 功耗跟发热量也控制不错 而且呢 标配R5V的2.5G网卡 那么在全能款里面呢 其实最优先推荐的 就是7505 当然呢 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存在 那作为全网第一个 万兆光口路上路由 那就是R86S 不但是颜值跟配置 设计来的名字 都引领了2022年的 软路由的潮流 在方案设计 绝对是天花板级的存在 非常可惜的 它的CPU只有N5105 最高呢 是N6005 在这个价位段呢 其实它要比其他的 就管CPU 也弱了不少 那么它往下比 跟季节性的相比呢 价格呢 又贵了不少 但是依然无法阻挡它 成为我心中 2022年度的 软路由新头好 最后呢 就是个性化系列呢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小主机呢 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呢 是R86S 另外一个呢 就是Zemaboo 再一个呢 就是硬库的R1 接下来呢 就是H68K 如果你跟我一样 对创意跟设计 比较感兴趣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这几个产品 这里面 不管是R86S 跟Zemaboo 包括H68K 在设计上 都是深得我心的 不管是从设计 还是造型上 都碾压一众 这种傻大黑粗的 工膜产品 包括那些 号称丝模的量产机 暂且不说这个性能 就单凭这个设计理念 我就相信 会有不少人 跟我一样去买单 当然 我也希望 有更多的厂商 和发展商 能提供更优秀的方案 让我们一起感受 中国制造之美 好 最后 希望这期视频 可以在你选购 软路由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帮助 那很多厂家 都会在双11期间呢 有一些优惠活动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海鲜市长小店呢 也会上架一些 评测过的产品 价格呢 不一定是全网最低 但是绝对会给粉丝有福利 而且呢 只要你在我这儿 买了小主机的产品呢 还可以赠送一年的 DDS2的内网传统 跟一友云的兑换码 欢迎大家可以收藏起来 没事来看看 说不定有你想要的呢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 订阅的订阅链 这样才不会让你错过 我任何一期 最近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再见